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新能源技术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月球漫步充电电,踏月光也能发电去 二热气球太阳能,天空的漂浮发电站 三喝水发电杯,每一口水的能量转换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月球漫步充电电,踏月光也能发电去 各位亲爱的地球居民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既古老又前卫的话题 月球漫步充电电 这可不是你们平时在家里用来擦鞋的那种门电 而是一种能让你在踏上月球的同时还能为你的电子装置充电的神奇发明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1969年,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在月球上留下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步 当时,他们如果有这种充电电,或许就能直播更久一点 让我们这些地球上的观众更加兴奋 当然,那时候的技术还没有进步到能够制造出这种高科技产品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月球漫步充电电是怎么一回事 想象一下,你穿着雨航服,在月球上轻盈地跳跃 每一步都像是在无重力的泳池里游泳 而你脚下的那块充电电,就像是一个魔法地毯 它能够捕捉你每一次脚步产生的能量,并将其转化为电力 这种技术被称为压电效应,是一种材料在受到压力式产生电能的现象 这不仅仅是一种新奇的发明,它还解决了太空探险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能源供应 在遥远的太空中,太阳能板可能会被尘埃覆盖 和能源则有助潜在的风险 但是,只要有人在月球上走动 这个充电电就能源源不断地提供电力 当然,这个想法还有很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比如,我们如何确保宇航员不会因为太过兴奋地在月球上跳舞 而过度消耗自己的氧气供应 或者,如果宇航员决定在月球上玩起了月球板跳房子 那么这个充电电是否能够承受如此剧烈的运动 总之,月球漫步充电电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创意 它将古老的梦想与现代科技结合在一起 让我们在探索宇宙的同时也能享受到便捷的能源供应 未来的太空旅行者们,准备好你们的舞鞋吧 因为在月球上,每一步都是为了更远的旅程充电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热气球太阳能,天空的漂浮发电站 各位亲爱的云端旁听声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让人心飞扬的话题 热气球太阳能 这可不是热气球上面涂了点太阳能气那么简单 而是一个将我们的能源生产推向云端的创新概念 首先,让我们来点科普 太阳能板,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装置 它的工作原理是透过光复效应将太阳光转换成电能 但是,地面上的太阳能板面临住一个大问题 天气 是的,当你期待它们发挥作用时 云层和雨水经常来捣乱 就像那个总是在派对上不请自来的那位叔叔一样 总是不合时宜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太阳能板避开这些天气上的小套气呢 答案是肯定的 而且这个方法就是热气球太阳能 想象一下,一个巨大的热气球 它的表面覆盖住高效的太阳能板 它可以漂浮到云层之上 直接沐浴在无遮挡的阳光下 这不仅仅是一个浪漫的画面 更是一个能源生产的革命 这种天空的漂浮发电站有着许多优点 首先,它们可以避开地面上的障碍物和阴影 获得更多的日照时间 其次,它们可以根据太阳的位置和天气条件自由移动 找到最佳的发电位置 最后,当它们不再需要时 可以轻松地收回地面 不会像地面太阳能板那样占用大量土地 当然,这个概念还有许多技术和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比如,如何确保热气球的稳定性 如何传输在高空产生的电能回地面 还有,如果热气球太阳能板决定去旅行 而往回家怎么办 这些都是需要聪明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去克服的挑战 不过,想想看 如果这个概念成为现实 未来的天空可能会被这些漂亮的太阳能热气球点缀 它们不仅仅是能源生产的工具 也会成为天空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这将是一个结合了科技、美学和环保的新时代 所以,下次当你抬头看到天空中的热气球时 不妨想象一下 它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休闲的游乐设施 而是正在为我们的家园默默地发电 这是不是一个让人心情愉悦的念头呢 未来的能源解决方案 可能就在我们头顶的天空中悄悄地展开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喝水发电杯 每一口水的能量转换 各位亲爱的水分子同好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让人喷饭的话题 喝水发电杯 是的,你没有听错 这不是科幻小说 也不是愚人节的玩笑 而是一个真真切切的科技创新 想象一下 当你在健身房里会汗如雨 或者在炎炎夏日里口可难耐 你拿起水杯 一口清凉的水下渡 同时 你的手机在你的口水能量的驱动下 开始充电了 这不是魔法 这是科学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这个神奇的杯子 是如何工作的 这个杯子利用了一种叫做热电效应的原理 它可以将温差转换成电能 当你的热气 蒸腾的水流过杯子内部的特殊材料时 这些材料就会感受到温差 并开始产生电流 这就好比是你的水杯 里装了一个微型的发电机 而你的每一口水 都在为这个发电机提供燃料 当然 这个过程听起来简单 但实际上 涉及到的物理学原理相当复杂 你需要一种 能够有效转换热能的材料 同时还要确保这个过程是安全的 毕竟没有人想在喝水的时候被电到 对吧 而且 这个杯子还得有足够的效率 才能让你的小小 和水动作产生足够的电能 来为你的电子设备充电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技术真的普及了 那么我未来的健身房 可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发电厂 每个人都在那里喝水 充电 再喝水 再充电 或者 当你在一个无聊的会议中 你可以偷偷地喝水 然后悄悄地给你的手机充电 这样你就可以在会议结束后 马上打开手机 享受社交媒体的乐趣了 当然 这个技术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毕竟现在的发电效率 可能还不足以支撑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量电力需求 但这个想法 无疑是令人兴奋的 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 可能的未来 一个 我们可以通过日常行为 如喝水 来产生能量的未来 这不仅仅是对 个人能量消耗的一种优化 也是对我们整个社会能源 使用方式的一种 革命性思考 所以 下次当你拿起水杯的时候 不妨想一想 你的这一小口水 可能正是未来能源革命的一小步 哦 当然了 别忘了保持水分 因为不管未来如何 水分补充始终是健康生活的基础 干杯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 三重令人兴奋的能源创新 月球漫步充电电 热气球太阳能 和喝水发电杯 这些创意不仅具有科技的奇幻感 还能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 能源供应问题 月球漫步充电电 让我们在探索宇宙的同时 也能为电子设备充电 热气球太阳能将太阳能发电 推向云端 让我们避开地面上的障碍物和阴影 喝水发电杯 则将每一口水变成能源 让我们的日常行为 也能为我们的电子设备提供能量 这些创意不仅仅是科技的糟粕 他们也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更环保 更便捷的能源未来 但是 我们也要承认 这些创意还需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和技术挑战 这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科学家 工程师和创新者的努力 让这些想法变成现实 现在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这些能源创新有什么看法 我们可以一起探讨这些问题 分享我们的观点 让我们一起努力 为我们的能源未来做出贡献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